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卡 歡迎收看小明星 歡迎回到我2022年回顧系列 在這個系列我們即將帶大家回顧 在2022年發生有趣的大小事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回顧上修系列 沒錯 在今年呢 官方也上修了非常多舊有的卡片 但是好像大部分的上修 都是把卡片原本從倉庫搬到冷凍寺 其中還是有一些令人期待的上修卡啦 但接著就跟著我的腳步來回顧看看 今年到底有什麼卡片是被救起來的吧 GO 貴蛋露西法 那麼首先為大家帶來合作系列上修的回顧 那首先在今年的1月份 貴肉彈珠進行前解的上修 並且同步復刻了抽卡機 這次抽卡機相當特別喔 只要30抽就可以直接保底露西法了 那這次上修雖然說沒有把露西法做得多強啦 但畢竟露西法就是老玩家的情懷 想當初也是稱霸神魔大陸一陣子喔 那這次上修他比較還原怪彈原本的玩法 引進擊運系列喔 只要你整隊都是貨物彈珠 並且裝備好榮譽 進場就一定機率讓整隊CD變成0 接著我們來實戰看看 哇!進場血量5萬! 有4萬的護盾 嗯...這隊好像有點太脆耶 並且沒有擋死技能 那並且這個護盾的補充也是相當麻煩喔 他不能自己補充要進入到下關才能補充 我覺得這個生存能力是不太及格的 不過輸出部分有開爆發還不錯啦 能有破兆輸出 就是一個勉強玩情懷的隊伍吧 尼奧上修 那麼接下來也是怪物彈珠系列的上修 不過這次上修居然是被炎上的 在今年5月份 尼奧剛出的時候就被大家嫌說 這個強度好像不太夠耶 因此官方進行做出調整 把尼奧的主動技能CD下調 讓他當隊員的價值可以更高喔 並且也新增隊伍技能 拉角色珠可以增加4康 有多少救回尼奧的一些強度啦 不過還是真的沒有什麼人會用尼奧啦 畢竟玩起來真的是太複雜 而且強度也沒有真的到很頂端喔 戰鬥暴龍獸 接下來來到本年度最熱的炎上上修世界 沒錯就是戰鬥暴龍獸 在今年7月份宣布與數碼玩備展開合作 其中第二中的高潮就是 被推出戰鬥暴龍獸 不過呢 一開始推出的時候 大家玩到直接傻眼 這根本就是戰鬥大便獸 傷害超級抓癢 根本就是魔隊啊 果不其然 直接被大家演上 官方緊急做出上修過後呢 上修之後 一樣是燒了兩組火珠的玩法 但是 他的倍率是上升的 並且放寬了 無視固定連擊 及減CD的隊伍技能條件 也多了 兼具浮石的特性喔 那我們直接來實測看看 進關後 26萬血量 破百億平砍 這個比起上修前的強度 確實是加強蠻多的 不過缺點還是在啊 就是蠻綁定火珠的 所以說 戰鬥暴龍獸上修整體來講 大概就是勉強極格啦 不過呢 直到後面 奧米加獸合體推出之後 戰鬥暴龍獸搭配腐化龍科 才正式起飛 可以瘋狂的減CD 可以說 戰鬥暴龍獸 自從 奧米加獸出來之後 從爭湊變成爭湘 比起說 戰鬥暴龍獸上修拯救的這個合作啦 倒不如說 奧米加獸出來才是真的 敬驗到大家 向羽上修 緊接著我們要帶大家回顧 黑金的上修 沒錯 在今年1月份 向羽宣布進行上修 整體的隊長倍率提升 尤其是新增了跟魚姬的隊伍技能 魚姬可以直接轉屬 加基礎生命以及攻擊 直接讓魚姬變成真武 不過 我們來實戰發現 哇 整隊的血量好像沒有到多少 傷害也是在抓癢 這次上修我個人覺得是蠻無感的 將羽還是繼續躺倉庫呢 北歐上修 不過上修無感的不只有向羽 在今年7月份北歐宣布上修 對於老玩家來想 哇 北歐上修了 咦 這次北歐又要當什麼白老鼠 沒錯 北歐這次還真的是白老鼠喔 這次上修過後大概只有血量可以看啦 傷害真的是低到一個很想哭 並且回血也回不回來 大家覺得這個上修根本是沒有誠意喔 不過呢 官方這次的態度是相當的硬 他直接發出公告 北歐不會再考慮進行上修 但緊接著到10月 命運女神上修的同時 居然連北歐也跟著順便上修了 哇 這到底是什麼操作 不過這次北歐再次的上修 主要是調整了倍率 還可以用神竹珠來回血 但是傷害部分還是相當的普通 並且上修後又更綁定專武了 在經歷了兩次上修之後呢 而最終還是躺倉庫了 這個也是今年唯一一個上修兩次的系列 辛苦你們了 北歐居然被編了兩次師 3黑金上修 不過自家也有上修 非常令人滿意的例子 沒錯今年6月份 3張舊的黑金進行上修 其中特格是上修最有感覺的 整體傷害提升相當有感覺 並且隊長技能也有新增無視盾牌 整個玩起來就是舒服兩個字 甚至還能直接通關六風災厄級 你就知道這個上修其實是相當的有誠意的 緊接著是念索一 上修也是很有誠意 從隊伍技能到隊長技能 接有上修 更綁定光神光妖這兩個種族 進場可以減CD 而且並且還多了一個直接擋死的能力 生存力大UP 接下來是狗頭 這次主要新增把兼具輻射的特性 移到隊伍技能 開主動技能不會再衝突了 這波3張黑金的上修 可以說真的相當的有誠意 巴莉美姐上修 緊接著來到8月 這次適逢神魔節的慶祝活動 兩張就有的黑金進行上修 沒錯 巴莉跟美姐回來了 巴莉整體上修 提升了一下傷害 不過還是進場需要暖機 進場的傷害真的是超級悲慘 我個人認為巴莉加強的幅度偏無感啦 不過 重頭戲這美姐 正是上修不只增加隊員的輸出倍率 還增加了接班能力 直接成為人類最強的常駐隊員之一 甚至當隊員的價值還直接追上鐵扇 可以說是超有誠意的上修 2022年最佳上修的典範 美樂蒂上修 緊接著來到今年的3月份 美樂蒂這次上修呢 是因為艱鉅衝突的問題喔 上修過後 居然把兼具的部分給拔掉了 但是直接給神妖持續1.8倍的增傷喔 在實測過後呢 傷害變得更高更爽了 也是今年上修後難得好評的一張卡片 希臘神上修 最後就要跟大家提到最近期的上修 沒錯在今年12月份 希臘神進行上修 這次上修主要是增加神族隊員的生命力及攻擊力機質 讓希臘神更綁定全神的配置了 欸 木希臘是不是在哭啊 他居然不能帶鐵扇了 希臘神上修過後呢 實戰雖然說傷害稍微的提升了 不過呢 還是跟不上現今版本的強度 尤其是現今版本那麼多渠巴盾 隨便遇到一個競消魔鼠啦 什麼結界地形 希臘神就直接躺在地上了 因此我覺得這次希臘神上修 繼續從倉庫走到了冷凍室 其實可以跟北歐一起手牽手回倉庫了 好的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上修回顧啦 必須老實說 我個人覺得今年的上修好像都偏無感耶 更甚至最需要上修的那個男人 好像到現在還沒有獲得上修 其實在今年也有很好的上修例子啊 比如說美姐就做得很好 所以事實證明他們是可以把舊系列做得好 讓大家最喜歡本年度什麼系列的上修 也都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做分享 如果你還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了開影片按個喜歡 給我們辛苦的製作團隊 讓我們更有動力製作類似的影片給大家 也不要忘了按下你的訂閱按鈕 我們現在在重試喜歡的訂閱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